在今天 东北季风的影响 这北部地区天气仍然凉稠稠的 但是呢 你如果开个车到了南部地区的话 中午温度还是到了28 9度呢 明天是周秋假期了 我们就来看看周秋出去游玩 要注意些什么了 周秋假期 你往北走仍然会飘雨 往南走的话呢 过了这台南以南 依然天气晴朗 降雨的状况来说呢 明天在中部地区也有点机会 所以要提醒您 外出要背着雨句 雨量的部分呢 并不多 对旱象的解除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但对于地表来说 水分会滋润土壤 但是呢 你如果前往山区的朋友要注意哦 局部性的农物现象 在山区的部分都会发生 所以要提醒您这两天 前往山区旅游的朋友 你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了 另外呢 因为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风浪的部分是比较偏大的 沿海部分 尤其台湾海峡北部 风浪都是在大浪 海上作业 海边钓鱼 都要特别的小心 而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呢 天气晴了 但是要注意哦 礼拜一的晚上低温13度 我们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零星的一些华南的云带 逐渐的东移 使得在今天的时候呢 新竹以北都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而到了中部地区 在彰化以北呢 云层量多 而到了嘉义以南呢 阳光露烈 所以南来北往 温差就足足有10度之多呢 明天仍然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在整个华南云带的影响之下 江雨形态来说 中部以北仍然有点机会 但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 会有一道封面 在江南到华南行程 封面礼拜天晚上一通过 我们的天气要好转 为什么呢 因为西伯利亚的高压 快速的游北往南移动 在礼拜一带进来的冷空气强度 达到冷气团的程度 台北市的低温13度 到了沿海地区 有在12度的机会 但是呢 冷的时间并不长 周一晚上冷 再来礼拜二白天 温度略深 礼拜二的晚上 温度还是比较偏冷 在13度 周三以后 气温明显的回暖 小丁宁给您个提醒 要特别注意的在于 山区有物 行车要特别注意 还有明天外出旅游活动的话 记得期待语句